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某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同学大家早安 好 我们这个课程 大概再一次或两次 就我们可以把十二门论 跟这个纵观经论结束 那么下一个阶段呢 我们也是想采用这样的方式 因为这样子的话 比较不会疲劳 尤其那个像十二门论 这种好像非常伤脑 非常骚脑的这种文本 那我们适合 如果三个小时上下 也是挺辛苦的 所以我们就准备两种课程 那么我们可以 有不同的风格可以调剂一下 那下一个阶段呢 我们打算我们来上这个三论悬议 就是上了这些三论就是属于比较印度论师的作品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个集三论中大臣的嘉强大师 那嘉强大师著作也很多啦 那我们就挑一个这个长度 比较适合我们这个课程计划的 所以就上这个三论悬议啊 然后呢第二份教材呢 我们打算来上这个应顺法师的思想 那如果说网上的同学需要教材的话 可以到我们这个课程来拿 或是托别人带给你吧 好我们先看到这个十二门论 这个已经是最后一品 所谓破空品 我们在金刚经学习到的 说什么呢 说法空我空还有空空 这三空其实就是空的要义 那么最后一品呢 其实我们讲这十二门论 这十二品对不对 舍罪符是什么呢 舍罪符就是出离 我们说罪会下地狱 福会上天堂嘛 那为什么要舍罪符呢 就是求出离三界 所以要舍罪符 这个是无漏法 有漏的罪有漏的符呢 都不是出事都是世间的 所以求出事 然后这个 怎么出事呢 就是要依空嘛 依福舍罪 那用什么来舍服呢 就是依空 所以这个是出事的官要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空的证件 那就不可能出事 那么这个是首要的 那接下来像破神品啊 破意义啊 破情城 破因缘 对不对 这些都属于法空啊 那法空前面还有一个 破神品对不对 破神是我空 那后面的这些是法空 最后一品呢就是空空 所以就都是跟这个波尔经相应的 我们说金刚经不是也是介绍这三空吗 好 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来破空了 因为一切空看起来是中观学的主张 那如果说我们觉得说这世间一切空这是真理的话 那我们看这个外道 他能够对这个中观学派提出怎么样的挑战 我们看这个156 他说外约应有诸法破有故 他说应该有存在 就是法就是存在的东西 因为你有破有啊 破有当然破有就是空嘛 有空所以有诸法 他是怎么说呢 若无破于法有故 就是说如果说空能够破 那代表被破的东西是有嘛 这个逻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明白 我们举一个对比的例子可能会比较好说明 空能够破有对不对 他说如果我们承认这个空是真理的话 那么这个有也必须是有啊 那他是怎么立场说什么逻辑去这样谈呢 这是能破这是所破 如果这个能破是存在的是真理 那他的对象也应该是平等的都是实在的 所以你承认有空这个空是实在的是真理 那么有也是真理啊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们学习过了 这好像智慧嘛 就是光明 这个 光明能够破黑暗嘛 这个是能破 这个是所破 对不对 如果光明是我们能够所见的真实啊 那么黑暗也是真实的啊 就是能破是实 所破也应该是实在的啊 这样我们这样来理解就能够理解这个 外人啊 对中观的 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如果你认为你的一切空是实在的是真理 那么相对的你也要承认我主张的有也是实在的啊 否则怎么能够成立能破所破的关系呢 这是第一个啊 如破一切法相 是破若有 不应言一切法空啊 如果你认为空是真理 那么至少这个空 就是不空的东西 所以只要他 这个一切空这个道理 如果是实在的 这个就有点 违背自己的道理 一切空如果是实在的 那还叫一切空吗 不能一切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空的 那我问你那空本身是不是空的呢 空如果本身是空的 那他就是飞食嘛 如果他飞食那一切空可以成立对不对 问题是他飞食啊 所以我们遇到的情况就是 空到底包不包含在一切法 如果他包含在里面那他本身也是空的 本身飞食他就不是真理啊 如果他不包含在一切空 那他就是在一切以外 那至少有一个东西是不空的 就是他本身嘛 所以呢这个 这个悖论 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很有名的 叫第三次数学危机啊 但是我很少人去提到这个 不过确实 这是一个理法匠的悖论 同样的就是这个问题 就那个问题是这样提出的 在一个城市里面 这个问题大家可以想一下 在一个城市里面 有一个理法匠 他发了一个誓愿就对了 就是他要为不不自 他要帮不不是自己剪头发的人剪头发 那他就会问你嘛你你是不是自己剪头发 没有那我就帮你剪 没有 那我就帮你剪 所有的人都问过了 他自己怎么办呢 请别人再剪头发 不行啊 但是他要为所有 他也是在这个城市嘛 那他本身有 第一个 他为自己理法 那他就违背了自己 自己这个条件 对不对 第二個 那他就不為自己理髮 那他不為自己理髮 他不是要為那些不替自己剪頭髮的人剪頭髮嗎 所以他兩個選擇 不管他為不為自己剪頭髮 都違背這個前提 這個叫做理髮師悖論 這個是 背論就是你 你所有的可能性都會導致矛盾 就是跟前提是違背的 那麼空也是一樣 這個空 他包不包含在一切空這個命題裡面 中官學派的空 包不包含在一切空裡面 如果他包含在裡面 或不包含在裡面 那麼都會造成悖論 如果他在一切空裡面 那麼一切空就飛時 如果空是一切空的外面 那就代表不是一切空 所以各位怎麼解決這個悖論呢 這個悖論是很厲害的 是破有故不明破一切法 若無破一切法有 就是你不管你怎麼選 這個空到底實或非實 他認為都會造成矛盾 好 我們看這個提婆怎麼回應 內約 破如可破 如果你說能破 是像你講的這樣 那他就變成跟可破是一樣 這有兩種意思 就是如果空是實在的 那麼他也是如有法一樣是可破的 第二個意思呢 就是破跟可破一樣 能破是空 就是這個可破 可破就是有世間有的法 可以被破的呢 就是法 就是有啦 那能破 這個破就是能破 就是空 空破是能破這些 有 我們說這個是無 或是空 如果這個可破是 畢竟空的喔 是假法 那麼空也是假的 因為能破 這個破如可破嘛 一個非實另外一個也非實 所以空有如果是非實的 空也是非實的 所以說破如可破 如著破故喔 如果你執著這個破 那麼就是一個錯誤嘛 這個如果破這個空啊 是實在的話 那麼他也變成一個可破之法 我們看這個後面的解釋喔 已經有無法欲破 欲是破 如不知也喔 我說的空 是離有離無的 不是 離有著無喔 我的空是破有無法 你不知道嗎 破成故一切法空無所有 這個破能夠成立 所以一切法是空無所有 是破若有 已舵可破中 如果這個破是有法的話 那他就舵在可破法中 如果空是一法的話 那就表示他一樣可以被 被用聖意理智的推求去尋求 也是找不到的這樣的空 所以他也是可以被破的 空無所有喔 如何可破喔 這個就從這個有無法啦 去 如果空是有的話 那他就跟有法一樣 是應該被破除的 如果他是無法 就是空是無 空如果是無 另外一種說法就是假啦 他不是真的 是假失色的 所以空是無 如果這個空是無的話 他就像是第二個頭一樣 第二個頭當然 就什麼都就是 就是 不是不能說是有嘛 就像第二個頭是沒有的 不以破故便有 就我們如果這個 若無無何可破 沒有的東西就不能夠被破了 那後面是提婆的解釋 空是像什麼樣子 他說 他說 我說的空 就像是 有人說 有第二個頭 然後 中觀學派跟他說 沒有第二個頭 我說的空 就是 沒有第二個頭 那個五 不以言無故有 破可破亦如是 不會因為我說的沒有第二個頭 這個沒有就變成實在的 各位理解嗎 這個 這個我們當然這個還是從 易解空去比喻難解空 當然這個比喻呢 各位可以看看是不是合適的 這個法有的情況 我們可以講 要加一個自信 因為一般人 凡夫在看一切法的時候 都會認為 都會認為 這個有指的是自信有 那 自信有 就像是第二個頭 第二個頭當然是我們幻想出來的 事實上沒有這回事 那空是什麼呢 空就是無 無什麼呢 無第二個頭啊 第二個頭本來就不實在 那指的是 法治性有是不實在的 當我說這種法治性有 是沒有的 那這個沒有也不會是實在的 這樣理解嗎 那這什麼意思呢 沒有第二個頭 他並不表達任何 這個世間是什麼 這樣的意思 我說這個世間沒有第二個頭 就我們人啊沒有第二個頭 這句話沒有意義 知道嗎 不會增加你對這個世界的認識 他的作用呢 只是要去否定你本 你自己的妄值啊 否定的是你的妄值 那個妄值 是本來就沒有的 第二個頭本來就沒有 我現在只是提醒你 沒有第二個頭啊 他沒有增加任何 對世俗的認識 懂我的意思嗎 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個無呢 這個無呢 作用在於去質啊 不是說明 不是說明關於世界 關於這個世俗的任何知識啊 對世俗的任何知識 各位可以理解這個差別嗎 很多人把這個空啊 當作是這個世間的實在 就是中關認為這個桌子是沒有的 那你就以為 那你就以為 他在說明這個世界 什麼東西是沒有的 不是 第二個頭 從來都是你的妄值 只存在在你的妄值 所以他不是實在的 去質就是去掉這種妄想 如此而已喔 那麼現在 我們如果說這個 你把它當作是對世界的說明 那就以為中關不承認 所有的東西 就是這些法 中關說他是空 就是沒有 不是這個意思喔 好 我們看這個 說明喔 好 這邊就講完了 如人言無不以言無故有 破可破也是這個樣子喔 好我們看157 外曰應有諸法 直辭彼故 如直一法故 說一法過 是二直辰故 有一切法 這在說我們前面講這個 有一評啊 或是這個 一評裡面講的喔 有一評是一呢 還是一呢 素論說是一 這個聖論說是一 不管哪一個學派喔 總是有一個是對的嘛 那所以我們這個 可以外道這個相信喔 中關學派也應該是這個樣子喔 這個世界喔 比如說我們說有一評嘛 要嘛他們是一回事 要嘛他們不是一回事啊 你總是應該是一個是對的嘛 既然有此比 就是此比的值 因為他是所有回答的可能性嘛 就是要嘛你 你們是一回事 要嘛不是一回事 總會有一個答案是肯定的嘛 既然有此比的意思啊 就是有此比的差別 要嘛一要嘛一 只有一個會對 另外一個就一定是錯的喔 既然有這樣的道理的話 那麽就有一切法 就是 你說一 他就是有一評 是一回事 那也是叫有法嘛 有一評 如果是意 那就代表有三個法 總之啊 你承認哪一個 都是在承認有一切法 不是什麼都是空的 內曰 一非所值意義 你以為我中官 用意去否定意 用意去否定意 以為我會主張意或是意 其實呢 我是借用意來破意 用意來破意 我是非意非意 兩個都 都不承認 一非所值意 我 我的主張就是 不同意意 也不同意意 所以跟 外道的思想是不一樣的喔 為什麼呢 意義不可得已先破 我們前面講這個有一評啊 破一評 破一評 就是在講 他們是意 是不對的 他們是意 也是不對的喔 前面已經講過了喔 先以破固無所值 我不會值一 也不會值一 也不會值一 是離一 也是離意的喔 我們看這個有一評啊 一個是書項 一個是貢項 書項是什麼呢 就是具體的東西 貢項呢 貢項是我們把這些不同的東西給歸類的喔 我們都知道桌子千差萬別嘛 可以有圓桌方桌 可以藝術桌喔 可以高桌矮桌喔 還有一種什麼 可以伸縮的這種桌子喔 桌子是千差萬別 這是他的書項啊 但是他們有個貢項 他們都可以被叫做桌子 那麼有一評啊 評子就是那個書項 存在就是有 數字一 這個是他的貢項 你知道嗎 那這個 在哲學上 有人主張 書項才是優先的喔 存在的只有書項 這些貢項是由我們的心事是騙擊出來的喔 是失色的 那有人說呢 這個貢項才是真實的喔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書項都是會敗壞的 會變動的喔 但比如說一個桌子喔 今天桌子用久了對不對喔 這個四隻腳不平了 我們要墊一本書 這個桌子才變成平的 才可以使用 那他剛開始的時候不是這樣啊 可見這個具體的桌子喔 一張一張的具體的書項喔 這些桌子是會變異的 但不妨礙我們稱它為桌子 各位懂我的意思嗎 可見這個貢項是不變的嘛 如果沒有這個貢項 我們怎麼知道它叫桌子呢 就我們會說它是 這個桌子就會取無數個名字啊 好 這些異議啊 我們在前面都已經談過了 都是不可得的喔 那這個非常 不符合我們的期待 因為我們總是說喔 只要我們承認的法 要嘛它是一回事 要嘛不是一回事啊 怎麼會說書項跟貢項 不會是一也不會是意呢 這個是 松冠學派最讓人家誤解的地方喔 那後面會 我們會慢慢去談這些誤解 到底是什麼長什麼樣子喔 158 外約破他法固 如是破法人 這就來了吧 他說什麼呢 你不承認一也不承認意啊 就好像我們都雙胞胎嘛 要嘛他們是一模一樣 要嘛是他們有不一樣 你不不可能說他們既不是一樣 也不是不一樣喔 這個對他對外道來講 這個回答根本不是回答嘛 所以他說中官學派是破法人啦 你反正就是不承認一切法就對了喔 但是你也講不出可以讓我幸福的理由 因為你沒有談 除了意義以外 你到底主張什麼 你只是反對我們說的喔 那你就是破法人 如好破他法喔 你的 你的這個好 你的這個喜好啊 你就是喜歡去破除他人的說法喔 強為生果 自無所知 就是 你呢 雞蛋裡面挑骨頭 所以我們這個是一有問題 說是意有問題 說陰中有果是有問題 陰中無果還有問題 就是 強為生果 就是雞蛋裡面挑骨頭嘛 自無所知 你自己沒有主張 那是是破法人 所以我們說這個要嘛陰中有果 要嘛陰中無果 你說陰中有果是不對的 陰中無果也是不對的 那你倒說說看嘛 那陰果關係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又不講對不對 所以這個外道 外道 就說說中了我們對中官的質疑 的確是這樣嘛 你到底主張什麼 他說你沒有主張是破法人 內約 如是破法 我們看這個回答 提婆的回答跟他的老師龍樹是一樣 這個在官式地品裡面 龍樹就有回應過 那我們這個 記不記得官式地品怎麼講 前面開頭就是以友部的學者口吻 他說 中官說一切空啊 那就是沒有四地 沒有四地就是沒有聖人 沒有聖人主要我們說第一個是苦地嘛 如果沒有苦地 那怎麼會有後面那 苦即滅到 即滅到地怎麼會有呢 沒有四地就沒有賢聖 沒有賢聖就 就沒有這個佛法生三寶 所以你說空就是破三寶 還記得嗎 現在也是外道說 你既不承認譬如說陰中有果 也不承認陰中無果 那你又自己又不講什麼 因果關係到底是什麼 那所以你就是破法人 龍樹說你才是破法人 就是提婆 提婆說你才是破法人 說空人無所擲 無所擲 無所擲 無所擲故 非破人 如擲自法 破他人故 是破法人 他說 我說空 會讓人 會讓人 沒有執著 不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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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中有果 不執著 因中無果 無所擲 就無所擲 自己沒有主張 當然 只是破自己的執著 不是破人 我不是去破壞別人的說法 如擲自法 破他之故 如是破法人 他說 比如說你們這些有主張的人 才是真正的破法人 比如說我主張一 我就會說 義是不對的 我主張因中有果 那我就會說 因中無果是錯的 所以你才是 致辭他法 破他法的破法人 我無所擲 我說 一是有問題的 義是有問題 那問題是你們自己造成的 是你自己的說法造成的過失 不是中關學派的過失 不是中關學派挑你的過失 是你自己的道理有問題 那我本身是無所擲 因為說一就離一的直 對不對 我們說一的過失 就是為了要離一的過 那個 這個直 說義 就是要離義的直 所以中關學派是無所擲 不是破忍 是破執著 知道嗎 就我們說這個 其他的學派 說因中有果 或是因中無果 不管你怎麼說 他都像第二個頭一樣 因為這些都是為自信有去辯護的 當中關學派說 沒有因中有果 沒有因中無果 就像去破第二個頭一樣 他的目的是去辭嘛 而不是什麼呢 而不是破法 不是破這個法 而是破你自信職啊 當然我們說破這個 你認為法是如何有的 是這麼有的 所以你就會以為他是破法 事實上這個都是人的想像 想像有一種真實的因果關係 所謂的真實就是因中有果 或是因中無果 除了這兩種可能 沒有第三種啊 所以他認為說你這兩個都不對 那不就是破法嗎 問題在什麼呢 因果關係 是自信實有的 那你才會有這兩種答案 這兩種可能性 這兩種可能性的甜題是因果是實有的 你認為這個因果是實有的 那中關學派破因果實有 承認因果是患有的嗎 或是我們說是失色而有的 是假例的 如此而已喔 不是因果關係就沒有 我們的自信職太嚴重 你就認為喔 中關學派不是去植喔 而是破法 各位可以理解這兩種的差別嗎 一個是破法一個是去植喔 這個我們上了兩年多喔 大家能不能 有這樣區分這兩種差別啊 好我們看159喔 外約破他法故自法成啊 你說你是 無職喔 你的目的是無職不是破法 但是我認為是 你有成立 因為破就是一種立 外約破他法故自法成 你破別人的時候 自己就能成立嘛 如破他法時自法即成啊 何以故呢 他法若負自法勝 是以我非破人 他說喔 我不是 我不是破一切法 我不是破法人 因為我承認這個 比如說因中有果 我承認這個 那這個是真理嘛 所以我不是破法人啊 我是認識真理的人 為什麼 那你說一切法空也跟我一樣啊 就是我們在承認諸法的時候 我承認因中有果 那你承認 那個因中非有果非無果 這是一種承認嘛 因為你破他人的時候 另一方面就是在成立自己嘛 這個就是把空中認為是一種相待的立場 就當我們 就我們光說這個因果關係就好了 這個因果關係是實在的喔 那麼它的可能性只有兩種啊 亞馬斯因中有果 亞馬斯因中無果 這個油果 這個油果任何形式的有喔 那都是有 什麼都沒有就是因中沒有結果 這是 這是所有已經包含 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喔 就是邏輯上我們可以去推啦 那你反對這個一定會承認這個嘛 你反對這個的同時也就承認了這個 就是 我破一的時候 同時呢 同時成立 這個根本不用講 當我反對一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在暗示我的答案是二 這個各位可以理解嗎 這個 因為我們在直覺當中啊 我們不會去懷疑因果關係是沒有的 因為這個世間有秩序啊 種瓜得瓜 種豆得豆對不對 我們捏陶土可以燒成陶瓷 對不對喔 事物都有事物的鬼則 那麼 因會成就果 他的鬼則要嘛是因中有果 要嘛是因中無果 當我破因中有果的時候 代表我承認因中無果 這個對外道來講是天經地義的事啊 這個這個就 這個我們說就排 就可能性否定一個一定就是承認的第二個 那他也認為中觀學派是這個立場 所以我們看這個印度不是有邏輯可能的四句嗎 這個四句嘛 四句就是有無 亦有亦無 亦有亦無 非有非無嘛 所以我們 把中觀喔 看作是第四種可能性 當然這個 第三種跟第四種都代表一種神秘的存在 他就把這個中觀認為喔 當你破他人的時候就是成立自己 所以認為中觀是有所成的喔 不是無所值啊 那有所成不就跟我一樣嗎 只是我們認為的真理不一樣啊 我認為第一句是對的 你認為第四句是對的嗎 你認為第四句是對的嗎 那有所成不就跟我一樣嗎 那我們看提婆喔 這個提婆的回應就是 不承認破他跟成立是一回事啊 那我們看他怎麼說 內約不然啊 成破非一故 我破他的時候跟成立自己啊 他不是同時的喔 他的必然性 不是一啊 就是破他就是自己成立 破他的同時就是自立 這是一回事喔 那個提婆說他不是一回事 那怎麼說呢 他說喔 成名稱讚功德 成就是我們在成立自己的命題的時候 就像是在稱讚功德 就是這樣是對的 破明初期過 我要破他的時候 就是要說明他的過失 就是他不合理 探德跟初罪不明依 這是第一個理由 我們看這個中關學派是這樣嗎 當我這個破他 這個是成立啊 對於這個聖論或樹論都成立 當我說陰中有果有過失 我一定會稱讚啊 陰中無果有什麼功德嘛 譬如說 陰中有果是不對的啊 陰果應該是沒有關係是他生他嘛 為什麼呢 因為陰中有果譬如說 一顆蘋果 如果他裡面的種子 可以長成一顆蘋果樹 這個蘋果樹將來可以結100個蘋果 那我說陰中有果就是說 他長成的100顆的蘋果裡面 早就在這個蘋果的種子裡 誰會相信呢 對不對 這就突破我們的想像 說他有過失 然後說我 說他生他 比較合理 種子生涯是他生他的關係 我就可以舉很多例子 那麼我們想中關是這樣嗎 中關沒有 那這裡要講的 破跟成喔 不是一回事啊 我破他的時候跟成立 不會同時成 就是 破他就是成立 這個不能這樣講 對中關來講是這樣 但是對其他的學派 他們認為就是這樣 因為只有兩種可能性 你否認一個就是另外一個吧 現在 榮樹 提婆提出的這個看法呢 其實就是在 回應外道 我的破沒有成立 破是破 跟成立可以沒有關係 這樣理解嗎 所以他說 就是 成叫做讚嘆功德 破叫做出過失 只出過失 這兩個不會是一回事嗎 覆次 成名有位 為名無利 這是什麼意思呢 他說 當我們在成立法 比如說我說這個世界 什麼是這個世界的本質呢 當時我要成立在這個的時候 我會有懷疑啊 我要避免過失嘛 所以當我提出我的主張的時候 我就要非常的謹慎小心啊 這個位就是 恐懼嘛 害怕自己 出現過失啊 所以這個叫位 所以你會 提出你自己的觀點的時候 你會非常的謹慎 這個無利就是 你不會這麼有把握嘛 就是說這個世界的本質是什麼呢 我可以很有把握的提出嗎 沒有 我要瞻前顧後 思考 這樣想這樣對嗎 有沒有可能是什麼 沒有想到的呢 這個叫做成對不對 就是有位 有位就無利 若人至於法為故不能成 人如果對自己提出的意見有恐懼 他就不能夠很有把握說這個世界是怎麼回事 就不能成立自己的這個觀點 於他法不為故好破 就是我在挑別人毛病的時候可不是這樣 因為挑毛病比較容易嘛 而且我看出的過失我就很有把握說 你這個地方邏輯有問題啊 所以破人的時候沒有畏懼 而且提出的看法很有把握 事故成破不一 這是一個理由 所以成立跟破他 成立自己跟破他 這不會是一 破他法即是自法成者 如何故先言說空人但破他法自無所知呢 再來就是說 你不是說我沒有主張專門破他人嗎 現在怎麼又說破他的時候就是自己成立自己呢 你不是說我沒有主張嗎 那現在怎麼又會說我是破他人的同時就是成立了自己呢 就是指出你指責我的都有矛盾啊 我們看160 外約說他過自止成 自止成啊 說他他指 你說別人的觀點是有過失的 那麼自己自己的觀點是成立的 如何以不自止成法但破他法 一般都是這樣 你說這個是杯子是黑的 我說是紅的 那我說紅的你說黑的 那當然有一個人會是對的啊 那怎麼可能你不用你自己所謂正確的 正確的思想正確的看法 去說別人的看法是錯的呢 意思就是我們說別人錯的時候 我們要提出一個取代的方案 你跟我說因中無果不對 因中有果不對 因中無果不對 那你倒說說看因果關係是什麼 就是這個意思 你怎麼可能只破他啦 然後沒有自成沒有自己提出什麼看法 只是破他法 怎麼可以怎麼可能是這樣 破他法即是自成法 你說別人不對的時候 應該你心裡有一種主張啊 不是這樣嗎 我們看這個提婆 他怎麼說 內曰 破他法自法成 一切 自法成故 一切不成 如果是破他 就是成立自己 那麼一切不能成立 為什麼呢 後面講 破他法 破他法故自法成 自法成故 自法成故 一切不成 一切不成故 我無所成 我說喔 破他自成喔 如果破他 你這個不對 這個不對 那 這個有一個意思 譬如說中關 因中有果不對 因中無果不對 所以我就成立 非有果 非無果 你認為 中關學派成立一個 神秘很神秘的東西 就是 因中 非有果 非無果 雖然我也不知道 那是什麼 但是 你破他的時候 不就是成立這個嗎 這個意思 那中關學派說 如果我 我是成立一種 回答的話 那麼 一切皆不成 為什麼呢 因為 如果 我們說 這個不是中關的 非有果 非無果 而是第四句的 另一種 回答 那他就變成 一種所破 我也可以用 易有果 易無果 去破他 對不對 如果他是一種主張的話 那他就是變成 能 所破 就有能破 去破這個所破 所以 中關學派說的空 是 離能破 離所破 他不會 他不會把這個 第四句 當作是 橫的 我們還記得上一週 講這個 橫的 跟 數 數就是絕對的意思 超越的意思 非有非無 是超越 有無的 離有 離無 才是非有非無 而不是 有無 亦有一無 非有非無 第四種可能 第四句 如果我們把他這個 第四句 不理解成 絕對的 那他就是相對的 所以 提婆的這個回答 我說的一切 空 就是 就是 這個空呢 不只是破法有 比如說 我 我 人我 有神我 有法 法的這個 自體自性 不但空是破 人我 人 這個就是 空代表的是 人我空 法我空以外 自己空也是空的 就是空也是空的 空空 自他內外 一切皆破 這個才叫做空 那就是絕對的 是超越的 而不會是另一種執著 這個大意就是這樣 破他法 自法成 自法成一切不成 如果這個空也是一種成的話 那他就是 能夠被破的對象 我說的空是 一切皆不能成 如果我主張的空就是 一切不能成立的話 那麼我就無所成 我不是把 我不是把 這個第四句 或者是空 是一種成 空 不是一種成 這第四句也不是一種成 而是 离 离有果 离無果 离有益离無 這個就是中道的空 這還是我們上禮拜講的橫跟樹的關係 知道各位理不理解 什麼叫做樹 樹就是超越的 一切無所值 的一切無所值 這個 我們很不習慣無所值 我們總覺得要有一種 簡單 明瞭 而且 就是像找到真理一樣 找到那個真理 然後我們就安住在那個真理 就 不就好了嗎 你無所值就無所力 那心就不安 心要安在哪呢 當然我們說 那個 大家 還記得那個公案嗎 就是慧可 他去問這個 問這個 問這個 菩提 這個達摩祖師 他說我心不安嗎 那我們都覺得說 你要找一個 能夠安住我心的地方 教我把心安在哪裡 譬如說我說我心很煩躁 那麼有這個禪師會教你 你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丹田 你心要有一個地方安住 現在告訴那個 菩提達摩說 你把心拿來 那我就能幫你安對不對 他就理解了 原來這個 你認為動亂的這個 根本這個動亂象不可得 不要說這個安的地方 就是能夠被安的這個東西 也是不存在的 密心了不可得 他知道這一切都是如幻 能力所力 能破所破 都是一切如幻 那就是把心安下來 當然我們這個對這種 思考是很不習慣的 因為我們的這個日常生活在告訴我們 你總是會有一個最終極的答案 那麼這個答案說出來 就我們整個探求就結束了 到底因中有果 因中無果 那麼對一個那麼就大事成半 就不需要再思考 現在什麼都不能決定 所以我們就覺得非常的不安 那這個是自信職 這個是無名的作祟 所以我們心有不安 不能於無身法 我們能夠成就忍 得成於忍 各位都聽過什麼叫無身法忍 這個忍當然是忍可的意思 當然我覺得這個忍這個字 也有忍受的意思 當然佛教不是把它當作忍受來看 但對我們凡夫來講的確 你要安住在無身法 住無所住 這個是對我們來講 不就是一個矛盾的事情嗎 但這是我們對於一切空 沒有善喬的把握 所以就會有這種不安 好 看161 外約不然 世間相為故 若諸法空無相者 世人盡不信受 他說 前面講說 一切不成我無所成 他說你這樣 你無所成這種道理誰會接受 就是這個意思 世間相為 我們認為 要嘛因中有果 要嘛因中無果 這是我們接受的 你說你無所成啊 既不是因中有果 也不是因中無果 無所成 這個世間跟世間是相為的啊 若諸法空無相者 諸法空最後是無相 無有能無有所 無有能破無有所破 那麼一切皆空 那麼一切是無相 我們都認為是有因國關係 他的相就是因中有果 這是我們能接受的 你說那個因 因中非有果非無果是無相 那麼世人不盡信受 世人怎麼會接受這種觀點啊 但是這個提伯 提伯的答案就是 好像跟我們有距離啊 但是他是這樣看 內曰 世法世間信 他說一切空世間人會接受 為什麼呢 世因緣法世間信受 所以者何呢 因緣生法即是無相 所謂的 有為法 就是因緣所生 他就是無相 當然這個也是用因果關係去解釋 這裡 舉季節的例子 我說他無相 既不是因中有果 也不是因中無果 那我就給他一個名稱叫無相 那我是這麼看的 那你怎麼看呢 如謂乳中有疏落的 同女已認 諸子時中已有份 他說你是主張因中有果的 所以乳裡面已經先有疏 先有落 這個是果嘛 這個叫因中有果 同女已認 這個小孩子 這個女生 他長大嫁人 將來要生小孩 但是他在出生的那個時候 他是女的 將來會生小孩 將來那個小孩已經先在肚子裡 這個叫童女已認 這還是因中有果的意思 這個女孩子都還還沒長大還沒嫁人 怎麼會童女已認呢 童女已經懷孕了 因為因中先有果嘛 朱子時中已有份 就是這個食物吃到肚子裡面 將來會變成糞便 那食物裡面已經先有糞便了 那是這種觀點 又除良緣等別有屋 這個就是有衣品 這個屋是貢獻案 這個應該是和和相 這個屋啊 我們說這個 車子房子 房子是由鋼筋水泥門戶這些 這些資份啊 組合而成 你說離了這個姻緣 別有一個叫做房子的主體啊 這個就像五韻以外有我 這種觀點啊 屋子是實在的嘛 我們說這個語言當中都說有屋子 但是屋子能夠離開 這個屋樑啊 或者是這些建材嗎 能夠離開這個門啊 窗戶這些東西嗎 但是外道認為 五韻以外別有神我 這個主張就很像 我離開門窗戶以外 另外還有一個房子 處屋別有布 離開的這個屋線還有布啊 一絲一絲的屋線 我們把它支成布 你認為這個布呢 跟這個屋線是 是異的 是別異的 那就是離開這些屋線啊 另外有布 或言因中有果 或言因中無果 或言離因緣生法 離因緣諸法生啊 這些都因果關係都是你講 其實空啊 不應言說是是 他們都是空的 不應該這樣細論這些 這些因果關係 是人所值 誰當信壽 就是你們前面講的這些道理 有誰會信壽呢 等於他就是舉出 因中有果 因中無果這些過失啊 你說我 我說的一切空 別人不信壽 我認為你的道理 這個世間人才不會信壽啊 我法不爾 與世人同故 一切信壽 但是我中關學派的說法呢 跟世人喔 的觀察是一致的 因為我們沒有看到 乳中有疏有落嘛 對不對 我們也看不到說 這個乳跟疏落是相亦 結然相亦是沒有關係的嘛 所以我既不是因中有果 也不是因中無果 這是顯然意見的 所以世人也會同意啊 一切信壽 這個我們就要講中關學派的優 你要講優點也可以啦 重要就是與世人同 就我們跟世間的常識是站在一起的 那其他的學派就不一定這樣 我們看他其他的學派是不是破他法制法成 比如說我們說為世啊 好 好 好 請問一下 你說為事破這個 小乘嘛 有步 金步 他们认为这个设法是有的 破这个成立什么呢 成立为事 他有破有成 我们说这个 这个就变他的圣意 比如说他的伊塔奇 他的圆城石 对不对 这些就平破了金步有步 然后来成立自己的为事 但是他跟中关就很不一样 中关我们可以讲他没有成 没有 没有这个成 中关就无所知 这是非常跟别人很不一样 但是我们会认为 不太习惯 为事这样的方法 我们比较习惯 你提出一种观点 然后说别人是错的 当你说别人是错的时候 你应该说 不是你说的 因为你说的那个有什么什么过失 接下来你应该要说 这个世界应该是如何如何吗 当我说因中有果是错的 因中无果也是错的 我应该要讲 真实的因果关系是这样这样 怎么会你都不讲呢 这个是我们不太习惯的 但是中关说我无所知嘛 就是没有主张 当然也不会有什么执着 对不对 那我们就会觉得说 你无所知 没有主张 那你到底要做什么呢 就是我们会觉得非常奇怪 而且世间人不会信守 但是中关反过来讲 他还是把焦点引到 我们所有的信念 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换句话说 是中关要求我们要去注意的 检视我们自己的信念 是真的吗 是真实的吗 如果我们能够细腻的去考察 凭着理智 不是凭着这个是谁说的 那么我们就 世人会同意我的说法 因中有果不对 因中无果也不对 这个世人可以接受 为什么 因为显而易见 他们的过失显而易见 任何的见地 一定都是这样 具有矛盾性 他们都是世俗地 那么掩盖什么 掩盖真理 那真理是什么呢 他们是无所得的 就是我们语言所表达的 世俗地所认识的这些道理 那世上都找不到真实性 那么所见非实 所见非实 不是不应该看到这些东西 而是看到这些 如幻如画 非实的因缘所生法 就是看到他的本质就是如此 这个对中观来讲这就够了 而不是我又提出另一种植 另一种见地去取代别人讲的 他没有这种 对中观来讲 这个就变成另外一种观点 另外一种观点就是有所成 有所成就能够被破 就不是 就我的一切空就是 有所利 就是直取的无名的作用 那么一切空才是一切法的实相 那这些都是可以凭着我们的理智达到的 这个是中观学派跟别人不一样 而且是大家都能同意的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同意呢 提婆是这么说的 好 我们看162 那我问一下 那中观讲说一切法 因缘人生 这是什么是 这个一切法 因缘人生 这个是不是中观所利的法 这个你问得很好 如果说因缘所生法 有一定的规则 那么就变成一种成立 比如说因缘所生法 它是什么意思啊 只有 世尊只有讲持有彼有 就这样而已啊 另外没有 然后我们从波尔经上看 它说假私社固嘛 换句话说它没有一定的规则 我只是一个统称 这个因缘所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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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它是假私社的哦 我们看它怎么 在经典上是怎么形容它的 就是讲如幻啊 这个食欲都可以来用 比喻它这种什么叫做因缘所生 但是我们佛教的内部哦 什么六因四元啊 四元生诸法哦 六因还有说十二因四十 还有更多因四十因的都有 这个都把这个因跟缘哦 当作是有法 但是中关学派认为他们是私色如幻 就像那个海市圣楼一样 就是没有真实性 这是他们的区别 当你说中关学派成立因缘所生法 不是 因缘所生法是我们的起点 我们我们在哪里观察空 在这些法上 那这些法呢 大家都同意哦 它是关系 持有比有 它是关系 因缘所生法哦 在被关系推动的变化 无常变化的有为相当中啊 考察不到真实性 所以这些现象呢 本身是如幻的 是假尸色的 因为找不到真实性嘛 当我们说 这个生啊 如果是有真实的法 有生有灭 那么这个生 可以找得到 他是怎么生的 是至生 是他生 是共生 还是无因生 是因中有果生 是因中无果生 找不到嘛 所有的可能性都找不到 所以呢 没有你 没有我们认为的那种实生啊 有的是如幻的 如幻的 假生啊 就是这样 那他主要是针对外道说的 因中有果 或因中无果 我说 所谓的因中有果 因中无果 它的成立 都是由因缘才去定 如果是因缘不能 因缘只是一种 我们考察到的 这个 世间人 那个放牛的木桶 都会承认 此有彼有 这个叫生嘛 因缘生嘛 这个东西的出现 跟那些东西有关 这样理解吗 有树就有影子 此有彼有 这个关系是这样 这是我们承认的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我 我把米煮一煮 为什么就会变饭呢 有人就会这么想 他就在这边 他就 他就跟 他就解释这个 因缘所生是这个样子 六因四缘 四缘生疏法 那么龙树说 这不是 这不是世间人承认的 因为如果是这个样子 那么要嘛因中有果 要嘛因中无果 就是他讲的 因为世间人不会认为 乳里面有落 如果 乳里面有书啊 这个叫因中有果嘛 乳里面鲜没有 或是鲜有 都不对 那到底这个生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 这种实在的生都找不到 那我们就接受 他是一种假力的生 假力的生 不真实 不真实 看起来有 但找不到 看起来有 找不到 为什么会才能看起来有 或者说看起来有 可是后来我就看到了 这个跟我们的语言有关 语言 还有直见 找不到 为什么会看起来有呢 就已经找不到了 你找不到 但是你还觉得我亲眼看到 我说 这个时候你要 你要自己想 这 你说 当我说看见 你要加一个 face 我看到了 对不对 我经过理智的考察 他不是真实的 那第三个 我们要怎么来看待呢 如幻 如幻就是代表这个face 没有 没有否定你看到东西 但是这个 如幻的原生 他跟我们的语言 有关 我们的语言 会包含一些 失色的东西 时间 空间 还有那个法 还有那个法 就是有这个东西 比如说见 有这个见 有这个见 有时间跟空间的 失色 那我就会有来去 也因为有来去 所以我说有时间有空间 除了这样的关系 你找不到一个 最先有的 所以就是 他不用依靠条件 他本身 跟我们的诗色 独立 在我们的所缘 就是 在我们的对 我们是能嘛 他是所 在我们的前面 独立于我们的 失色存在的 这样的东西 不存在 我们看见 但 圣意理智的 推球 飞食 最后 我们要还原 这个世间 就是一个 安利 失色的世间 所谓的安利 失色就是 找不到真实性 那我们这样讲的话 中华讲的话 是有世间没有死吧 是啊 我们认为的秩序 其实都是被 条件限制的 那跟我们的语言 很有关系 我们说 长 对长说短 对短说长 长跟短的概念 都要预设的前提 比如说这个椅子 你认为这个椅子 是大是小呢 这个问题没有意义 他必须要有个前提 他比这个泰斯椅小多了嘛 但是比小凳子大多了嘛 所以 什么 那个东西是什么 都会有一种限制 都限制在条件当中 任何事物都是这样 我们都是在 在 条件当中去认识事物 换句话说 事物没有自己的志向 没有自己的志向 你总是要认为 有一种独立的东西在那里 它就是非缘起的 非缘起 缘起跟自信是对立的嘛 换句话说 他就是有自信 那我们说自信有一个特征 叫做自成 自成就是独立的意思 独立的意思我我跟你解释一下 比如说我们说那个离言自信啊 就是一个这样的概念 我们举过这个例子嘛 流水我们人世间看到的水 对不对 天人来看是流离啊 鬼来看是蒙火鱼 来看是家 对不对 六道众生对 我们的所缘 都有一种观点 但是 这个水的本身是什么呢 我们就说这个水的本身 叫离言 离言自信 离言自信可以是空向 就是一切法都是毕竟空 毕竟空是离言 但我现在说的不是这一个 我说的离言自信就是说 我们看到的是水 天人来看是流离嘛 那都没有任何众生看他的时候 他自己本身是什么 对啊 就是去掉这水流离这些施舍 他自己就是他自己啊 懂吗 懂我的意思吗 那我看到的就是我看到的跟他有关系 我我对 就是跟你看不看他 天人来看他 人来看他 鬼来看他 如果都没人来看他的时候 他是什么呢 对那他就是独立的嘛 你认为他能够独立能锁之外 他自己本身有一种性质 那个就是无名的体现啊同学 这个就是无名的体现啊 这个就是无名的体现啊 但我们我们从这个中关学派这个 破址啊就是那个那个嘉祥说的出章啊 出章在破址啊 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的思考知道吗 这个离言自信是无名引领我们找到的答案啊 就是 事物都是独立的 他是所缘禁嘛 但是所缘就有一个独立的性质在那 然后他来跟我交互作用 有一个一合相有没有 能锁合合 施设一个叫水 他跟天人 合合 施设一个叫琉璃 那水他的本性不是水也不是琉璃 他自己就是他自己 既然你都认为 事物能是我们认识的所缘的对象 都是能锁合合的一个结果 那么 怎么 你是怎么看这个因缘所生 因缘 有实在的所缘跟实在的能源 心事是实在的 那个水啊也是实在的 你是这种观点吗 这种观点就是龙树要瓶破的嘛 所以我们要从粗仓去检视它 你说能源心事是实在的吗 掩饰是实在的吗 既然能源不是实在的所缘 是怎么实在的呢 但我跟各位讲 我们 离言自信 体现的是 我们有一种坚固的信念 这个信念 这个信念在中观 认为就是无名 不管怎么样 他存在 而且他自己 独立 就没有人看他 他也是这个样子 这个离言自信 真的有这种东西吗 我当我这么问 我们会回答 要么有要么没有 问你这个就是 龙树认为错误的思考方式 但我这么跟你讲 我不是要回应你 这个世间有什么 龙树从头到尾都是在揭示 我们有一种坚固的信念 要破直 破直 破直就没有主张知道吗 对这个世界有什么 没有什么主张 没有提供什么主张 换句话说他都能够成立 但是所有的主张都是如幻 我们说如幻的原生 你说有能源跟所缘 我不会不承认 但是这个能源是如幻的 所缘也是如幻的 这个认识是如幻的原生 我们要到第三步是有点难 因为我们第二步可能都还没有过 我们不会觉得这个一切空是 是合理的 问题在这 现在还不习惯 现在还不习惯 不习惯 不习惯 我们总是认为这个 这个才能接受 问题是 你为什么接受他呢 没有 没有人看的那个 那个水 他还在那里 对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种 根本就没有办法证实的事 但我们认为那是真实的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种信念而已 那这个如幻如幻 如幻的因缘法 所执法 可以用语言文字来解读他的真实吗 是啊 就是文字 文字波尔 这个是波尔经提供的方法 他说如法语者 如阿茄陀药 对不对 这个 这个思考方式是 医你的病 什么病呢 无名啊 无名是什么呢 只有自信 只有自信 我们要怎么认识他的错误 其实就跟这个提婆讲的一样 我说出来世间人会同意 只是他们不习惯 就我常常问你的嘛 当我们闷觉的时候 第六意识在或不在 这两种回答都有问题啊 但为什么他第六意识这么神秘呢 因为有跟无他本身就不是一个好的 他本身就体现了无名啊 当我说我闷觉的时候有第六意识 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我会被救活啊 我 我能够被救活代表我闷觉的时候 那第六意识在嘛 不然怎么会 不然不在就中断啊 是啊是啊 但是后来我活过来啊 我我会说第六意识在嘛 但是那个在是没有 是不能成立的 在为什么没有没有表现呢 你说没有表现他在 这是什么意思 就很像没有特征的水一样啊 离开的特征 离开的天人来看 离开的人来看 那个水还有自己的本质 那什么意思呢 我们陷入这种矛盾 完全都是无名的结果 我们执名为实啊 只是个名称而已 为什么你认为有那个实在的东西在哪 这个第六意识就很奇怪 他不了别 但是他在 换句话说他没有特征嘛 没有特征 那所有的事物都没有特征喔 是这样吗 那你干脆说他是犯就好了 对不对 那都是常的过失 那如果我们说没有特征就不在 如果他是五啊 那为什么医生能把你救活呢 第六意识的可有可无 都是依着条件而施舍的 就像是我们这个屋子嘛 我有窗户有墙壁有门啊 我施舍一个叫屋子 这个屋子呢 在建设好这个屋子在嘛 拆掉以后我们说这个屋子不在 但是他的有跟无都是依着条件 第六意识也一样 依着条件可有可无 但是他就是如幻的原生 只是施舍而已 这个屋子有没有作用 有啊 这个第六意识有没有作用 有啊 但是他离不开那些条件 就跟屋子离不开这个墙壁 门还有窗子一样 都是施舍的 但是施舍的不会说没有作用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好我们 看到这个终观经论 三百六十三页 我们讲这个中道的实践 简修顿悟 顿悟有两种 一种是道生说的 道生说的顿悟 是末后的 就是究竟成风 那么禅宗说的顿悟呢 是指凡夫 悟本来面目 这个是最初的嘛 我们说本来面目就是一切空吧 那当然这是中观的看法 那个悟的本心 或是悟的本来 本来面目 这个指的是这个 如来葬心吧 那这个是禅宗 我们先不谈这个学派之间 怎么看待这个真理 姑且说他悟的本来 那本来就是 中观说的空嘛 这个 可以讲 他就是凡夫入圣位的那个时候 但是音顺法师说 这个都不是大乘的 常 这个什么 不是大乘初期吧 不是大乘初期所鼓励的 所主张的 那 接下来我们要讲这个 道的成就 就是我们说实践 中观的实践 道的成就 可以分作两种 一种叫做 物缘中 一种叫做 物偏真 这个跟那个 什么叫做缘中 我们就讲 缘中就是 二帝 二帝 一事俗 去得圣意 若不一俗地 不得地义 不得地义 则不得涅槃 那么这个涅槃长什么样子呢 我们说 在中论里面讲 心形触灭言语道断 对不对 但是我们说这个观法品里面 还讲他说 若法从原生 不疾不异因 然后事故名时相 不断异不长 就是 真理就代表两 两个方面 我们说二帝 那圣人有这个 我们说 这个叫什么 根本字 还有厚德字 这个是物得空性 什么空呢 我我所空 厚德字 厚德字就是 能够见这个如幻的缘起 啊这个空就是无相 对不对 这个是无相 这个是有相 有相不会是无相 无相不会是有相 原中是什么呢 就是 就是两种智慧都 并起 这个后面会解释这个 二字怎么并起 有三种可能 但那个音声法师也没有 好像三种都可以解释 但是也没有明显说 他主张哪一种 这个就是 原中 偏真就是物这一个 对啊 原中就是这两个智慧都一起陷起 偏真 偏真就是这个东西 偏真 那这个是代表二帝嘛 然后 这个是胜义地 我们说这个真字 那厚德字就是 真 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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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 真以后的属 从 从 从空出甲 那原真才 是 或是 圣人的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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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原中才是真地加属地 二字并关 所以 这个 西藏 西藏的那个中科巴大师 前面这个叫 极无所住 这个是里程如幻 现空如幻 这 这里 翻译的不一样 极无 不是极无所住喔 极无细论 他一个是真 真字 一个是圆中 这个就是这样区分 但是 到底开悟是长什么样子啊 有不一样的主张 下面就 那个 那个 说 汉传跟那个藏传 都说有两种 对不对 那到底圣人的开悟是哪一种啊 我们前面讲 禅宗 那一种 顿悟 他们说的见修顿悟 那到底是哪一种啊 这个我也不清楚 这个禅宗 但是这个道生一定是物源中 因为他是佛 佛果的智慧 那维世家说的真见道 正真如而不见缘起 这个就是 极无细论啊 就我们说的无分别字嘛 无分别字长什么样子呢 就是一切法不限 一切法不起 能所双鸣 没有能也没有所 能所双鸣 这个叫做 这个真 见道正真如 这个无分别字 为世是这么看 岳琛也认为是这样 他说 应该我们中论也是这么看嘛 中观论颂 他说 得吾我 智者世人为稀有 心形言语断 极灭如涅槃 对不对 这个就 不其切法 我们讲 根据这个 我们说开悟 应该是 不见一切的 那是无相 但 他们都认为 究竟原物中道 是成佛 所以虽然我们说 凡夫入圣位 是正无分别字 但是 到你成佛的时候 应该都是究竟原中的 就是我们说二字并观的 真字跟俗字都是并观的 这个在十地的十地经里面讲 就是第五地以后的功德 这个我们之前好像有 有引那个 陈佛之道 我们看那个五地的功德 南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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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解释就是他能够真俗并观 好这个是两种开悟 那三论中当然 他跟那个维士跟月称就不一样 晚期的中观 三论代表汉传的中观 汉传的中观 认为 物是物源中 都是二地的 可是这个 无所人 无患无梦 他不管是原物源 都是多不差别的 理论是 那个理论是 一个钱币的两面 所以你说并起是同时的吗 还是后面会解释吗 有三种说法 他说 那个只是方便说 他有真字有俗字 我们说他 虽然都得到了 但是他要陷起的时候 一定只能看到一面 就是你 你得到了一个 你得到了一个铜板 这个铜板有两面 你不可能两面同时看到 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虽然 我说我一心中得 就好像你抓了一个铜板 但是一次只能看一面 这个叫做二字并观 就是说一心中得 一心中得 这种二字 但是你一次也只能够看一面 那第二种解释就是 这个一心就是 前面那一种就感觉好像得真字得俗字是 分别的嘛 那第二种解释就是 得到是一心得 但是用有钱 就是真字跟俗字 两个不是截然的分开 但是你在方便说的时候 一定要说个钱 所以这个差别是很维系的 就是 是一心中得 但是 顿得见用 但你在用的时候就是要有钱 很像我们讲那个生住灭 都在 但是他用有钱 一定要先生后住再灭 这是一种说法 第三种说法就是 我们比较没有办法想象 一个无相的智慧跟有相的智慧是同时的 一般都会这么说 佛字是第三种 那前面我们可以讲那是方便的解说这样 有没有可能他 他在入灭禁定 然后同时跟你说法 可能这样吗 那是佛的境界 就是真俗病观的境界 有可能这样 这个就是圆中的究竟 圆满成佛就是这样 好 好 这个 中国的三论就是 一悟就是悟源中的 那天台华言 那汉传佛教都是认为悟源中才是 真正的开悟 他会认为偏真的那个是小秤 大秤就一定是悟源中 所以我们看那个禅宗 我不知道禅宗到底有没有见 但是他们都是有根据的 波尔经说的嘛 我们后面会看到波尔经的文 看在哪里啊 在下一页 那个365页 这边就引那个 不是不是 对 365那个柱四十八嘛 得尽慧眼 于一切法 非见非不见 非见就是不见嘛 非不见就是能够见 懂我的意思吗 因不见一切 因不见一切而见一切啊 就是这个道理 无所得而能够得一切 我问一下 这个因人法 人 我们想禅宗的说 每一个人都好像都了解了这个 可是为什么他们还要 好像有所及 还要去 这个人 跑来去跟六指会员印证一下 我还以为你要问那个怡琴 怡琴我 我参话头 我是不知道 这个你要问禅宗 六指的会员学生 他也是看到经典 或者总统 回魔戒心妙行都有所欲 他既然都是 都有所欲 为什么还要跑去跟六指会员印证一下 他要 他要 他要那个 你有没有自信心 你有没有信心 没有 你怕曾上漫 曾上漫 所以要以精硬性 这个大制度论 这个阿涵都有这个故事 有什么 有什么无文比丘 无文就是少文 不听文佛法的 或是少少听一点 万文生意 他正的初禅以为正出国 正二禅以为自己正二国 那个正三禅以为自己正三国 然后正的第四禅叫舍念清景 他认为他是阿罗汉 结果什么都不是 对 这个 命中之后 发现自己有中阴要投胎 然后他就认为那个佛说的都是假的 这个故事是这么说 他就因为 毁磅三宝 而且是临终的时候 应该就是死的时候 因为这种 磅佛磅法磅生 他就直接到地狱去 这样 这个也是阿罗汉经佛说的 因为我们不会看到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误解 就是他少文的关系 听一点 以为说我舍掉这个我就是出国 舍掉那个五欲 五欲 舍掉那个五欲 特别是男女之欲 你就会到色界 那有所离啊 他认为他这个烦恼情境的一点 他认为这个是出国 那你不知道 那是你要证得出国 那对中观学派来讲 我们说那个 身文原觉 若智若断 是菩萨的无声法人 换句话说 三秤共振菩提 我们要对峙的烦恼障 跟所知障 其实是一回事 就是无名 无名就是执我执法 你虽然是一用这个无我 用无我观去误入法性 但是你要知道 法跟我都是空的 你才有可能正入我空 那么你 开悟以后嘛 你应该是舍离一切相 就是我们刚刚讲 极无戏论 物得偏真 这个叫涅槃嘛 你不是离欲界的欲而已 你应该是离一切相 但他不知道啊 他认为他有所离 而且 已经跟凡夫差距很远了嘛 他就认为自己是出国 就是你离了欲界的欲 不代表你离了一切相 知道吗 你还是有爱见慢的烦恼 但他怎么会不知道这个呢 我也不知道 因为他叫扫文比丘嘛 吴文比丘就是扫文 根本不听佛法嘛 他就是很努力的修行 但是他没有了解到重点 所以不能够脱离生死 居然还认为是佛骗了他 所以他这个临终的因缘就不好 但是都是他生前没有 不是说他不努力修行 而是他扫文的关系 所以你说我 我怎么能够确定我认识的 对不对呢 尤其这个法相是非常维系的 好这个悟原中悟偏真 汉传佛教 通常都是悟原中的 那我们看这个大致度论也是有说到这两类 偏真跟原中的 他说 般若将入必进空绝诸细论 这个就是极无细论 也就是偏真的涅槃嘛 方便将出必进空沿土熟生 那这个方便字就是从空出甲 行广大行能够广度众生 这个我们讲 成佛两头出中间细 这是属于后德制的境界 就是你要从空出甲 行广大行 也是有这两类的意思 那为什么 会有这个原中 大致度论也是根据佛经这么说 他说 会远一切法都无所见 这个是极无细论 那因无所见而能见一切 这个是属于悟原中 这个我们听起来就 这不矛盾吗 会远无所见而无所不见 这个是敏绝一切而闲了一切 闲了一切而敏绝一切 及悟原中的根据 这个是跟波尔经 这个根据在波尔经 这个我们 这个波尔经 365 柱48 就是 经文在这里 这个波尔经 常常都会有这种 说法 他说 慧眼菩萨 亦无不见 无法不闻 无法不知 无法不识 是现正般 不念一切法 不念一切法 无一法不知 慧眼不见一切 而又无所不见 这个是 亦顺法师在儒埃上之前就说到的 那他的根据就是大波尔经 上面我们看大波尔经 这边 说 是菩萨摩耳沙 得尽慧眼 于一切法 非见非不见 非闻 非不闻 非觉 非不觉 非是非不是 就是 不见一切 而又无所不见 这个元宗 这个 是不是同时的 这是 我们根据 其实在中论也有 中论我们还记得 得悟我智者 世人为心有 那他就有两方面的智慧 心行触灭言语道断 心行言语断 极灭如涅槃 这个 就是法性 物得法性 这是无相 无一切相 这是 另一方面 弱法从原生 不疾不亦因 于是 不疼不疼 然后 事故明实相 吼 不断意不长 不断意不长 这个相似相续的 原生法 也是实相 這個是實相 極滅的涅槃 這個是實相 這個也是實相啊 所以這個是信空 我們說信空就是真字 那這個是俗字 源起的俗字 我們說就是厚德制 源宗就是這兩個一起 這個叫源宗 這個叫偏真 這兩個一起叫做源宗 他們都叫實相 這個極滅是實相 源生也是實相 這個是宗論這個官法品說的嘛 那體現就是惡帝嘛 惡帝 這個是聖義 這個是世俗帝 當然是聖人的世俗帝 為什麼能夠不見一切 不見一切而見一切呢 就是這個惡帝的關係啊 因為沒有自信 所以要假戒因緣喔 這個果呢 不是不疾是因 也不易於因啊 從原生 它是從因生的 但是它不疾也不是易於因 換句話說呢 它就是原生無自信的 是假名思舍 是如幻的 我們說它是原生的 那它就是如幻的 因為沒有自信 所以如幻 依緣而生嘛 也因為它是如幻 依緣而生 少不到實生嘛 所以它是必盡空的 是沒有自信的 因為這兩個 這二弟啊 本身就是互相補充的 誰也離不開誰 所以當然我們悟的時候就會一起嘛 因為它是一起的兩面 不是分開的嘛 當然就可以悟緣中啊 所以在這個二弟的理論裡面喔 就有悟緣中的條件 知道嗎 因為這二弟根本就不是分開的 因為沒有自信 所以從原生嘛 因為從原生 所以沒有自信 對中關學派來講 這兩個根本就是 就一回事嘛 當然一回事有兩個方面 一個是無相的 一個是有相 所以從二弟的關係 我們就可以理解 為什麼不見一切 而又見一切 聽起來矛盾對不對 聽起來矛盾對不對 但事實上就是這樣 這其實就是二弟的關係啊 那我們說這個大制度論還講的 這三種治啊 什麼 一切治 道種治 跟一切種治 什麼叫一切治啊 就是知道一切法的共向 身文原訣他們都知道的 一切法的共向就是空向 這個叫一切治 什麼是道種治呢 道種治就是我們說 我們能夠知道古籍滅道 我們知道怎麼行道 我們怎麼知道這些資糧 那這些資糧當然是俗治嘛 我能積極這些道品 能夠贈得一切治 這個叫道種治 那什麼叫做一切種治呢 一切種治就是這兩治的統一啊 這些道品當然就是俗治 就是緣起法 那真治一切治就是真治 那一切種治就是緣中啊 緣緣就是 道種治跟一切治 俗治跟真治 並關啊 那天台他是這樣解釋 他說這三個字是極空 極甲 極中 但是那個 那個 應順法師有批評這件事 他說極空 極甲 空甲 中根本不是獨立的東西 所謂的中就是空跟甲的統一嘛 他不是空甲另外還有一個中啊 然後一心三觀這樣 那個大制度論說 一切治一心中得 道治是形象 這是以道治 我們說行道品能夠得一切治跟一切種治 就是我們行這些種種道品 這個是道治對不對 然後能夠得一切治 這個是偏真的 極無細論 這個偏真的智慧 偏真的見道 一切種治就是物源中啊 物偏真物源中 所以呢 這個 佛果是一切治 就是一心中得一切治跟一切種治 那 後面這一段就是要解釋什麼叫一心 般若我們說是正真嘛 正真的智慧叫般若 那厚德治叫方便 那所謂的一心中得就是般若跟方便同時得嘛 那這個一心 第一種一心就我們前面講 是分別的 雖然說一心但是還是有前後 而且是分別的 先正般若正真 然後後方便自達有 所以他是兩個方面 只是號稱是一心啦 但是都是在前後上說的 第二種呢 就是一心中得這兩個 真治跟俗治 但是用有前後 但是這個用呢是側重 而不是說誰可以離開誰 這個如一時得到多少東西可以使用前後 就好像我們講 生住滅一時同時的 但是用有前後嘛 就是類似這種說法 第三喔 就是一念中得也可以一念中用 就是同時的 不起滅定獻諸威夷 這個就是同時的 所以這個應酸法是沒有說哪一種比較合理 但是你說合理 那麼第三種是最難思議的 前兩種都可以是解說性 那第三種看起來是像 唯摩結經主張的 不起滅定獻諸威夷 那三論呢 三論以為發心畢竟不二別 就是二弟是不是二嘛 佛果當然一心中得 所以菩薩也應該從原中去 是原觀中道 我們到底是怎麼 我們說修道 到底我們是以什麼為所緣 這個三論認為 佛陀是物源中的 所以我們在觀行的時候 就應該是官員 這個官 這個原觀中道 就是我們 我們到底是觀察這個 我們到底是觀察這個 極滅相 還是要觀察這個原起相 原生相 像天台家 極空極甲極中 是三至一心中觀 一心三觀 那麼三論中認為 我們就是兩個要一起觀 就是原觀中道 中道就含著兩個方面 一個是極滅 一個是原生 就 觀信空也觀原起 這個怎麼觀啊 這我不知道 但是 кат 時代責到的 那是 主持人 所以 它們會提出 厭寺 什麼 是不是 以及 械冯 開這個圖片 這圖這麼小 你看到什麼 你們看到什麼 鴨子對不對 還有沒有看 兔子對不對 那你能同時看到兔子 也同時看到鴨子嗎 一次只能 你要嘛看作鴨子 兔子像就不會陷起 要嘛看兔子 鴨子像就不會陷起對不對 但是我們都同圓一個東西嘛 有沒有看到兔子 蛤 你沒看到兔子 沒有啦 兔子怎麼放在這裡啊 這兩個耳朵這眼睛 這嘴巴嘛 這就是兔子啊 然後鴨子這嘴巴 這是眼睛啊 沒有 不是 同一個 就是同一個 同一個耶 那我就把它比喻做什麼呢 你後得字就是這樣 比如說後得字是兔子 真字就是鴨子 它不會同時啊 所以我們都 都看同一個東西知道嗎 我看它是必進空的 它就是極滅像 我看到這個桌子 飛石 飛石 它不實在 所以這個能鎖雙鳴嘛 極滅像 這個像我都看過啦 對對 極滅像 然後原中 這個後得字嘛 原生 這個是有像 有像跟無像不會同時啊 你看到兔子 看到鴨子 不會同時 但是原中是什麼呢 一起看啊 同時的 怎麼同時呢 我覺得 蛤 蛤 你真的看不出來它是兔子嗎 蛤 那慘了 那你 這兩個耳朵 這個是兔子的眼睛 這個是兔子的嘴巴 這樣有看出來嗎 看不出來 沒有沒有 按照常理來講 鴨子比較像 鴨子有包 有了有了 兔子有 有六分像 對對對 但是這個就是一個曖昧的圖案 對啊對啊對啊 那我來比喻什麼呢 其實我們這個世界很曖昧 像這樣子有了 最年輕的 有了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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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但是鴨子 它也沒有 持足把握是鴨子的像 只有它發成像而已 可是我們先看到鴨子像 才後看到是 很厚啊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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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要兔子像嗎 我們 我們把它比喻這樣好了啦 我們把它比喻這樣好了啦 比如說我這個手 我這個手 我可以 這個影子 可以展現得很曖昧嘛 我這個只是圖 這不是真的兔子 也不是真的鴨子 但是我說這個圖 到底畫的是兔子還是鴨子呢 你可以說 都可以是嘛 但是你同時只會看到一種像 懂我的意思嗎 你同時只能看到一個 要嘛 你有兩種像可以同時獻起 那就是很奇怪啊 我說的就是這樣嘛 要嘛是有像 要嘛是無像 要嘛是有像 他不會同時啊 懂我的意思嗎 但是佛是同時的知道嗎 就好像他 為什麼可以同時就是 他本來就是一個東西嘛 所以他當然可以同時啊 這個理論上可以同時知道嗎 這個理論上可以同時知道嗎 因為他講的就是一個一個 世界 世界 極滅是針對我們的執見嘛 沒有自信 所以沒有我們忘直的那一切 那因為我們凡夫啊 我們凡夫 我講過齁 我們凡夫 禁戒一陷起就是有自信像 綁在一起 所以當我們否定自信的時候 就會陷起疾滅像 不見一切 是因為凡夫把這個世間跟自信 根本就綁死了 禁戒一陷起就是有自信像 所以當我破自信的時候 會是疾滅像 理由是什麼呢 就拿維世的三信講 我們一陷起就是騙濟值了 根本跟一他起分不開 懂嗎 一陷起就是自信像 所以當我否定自信的時候 我看到的是疾滅 不會看到原生像 懂嗎 就是你看到鴨子你看不到兔子 就是一樣的道理 但是你久觀純熟 你知道 原生 不離疾滅 疾滅不離原生 不同一件事情 你執著你就是看不到 懂我的意思嗎 你就看不到 對 原起信空指的都是我們的世界 對 就是同一個嘛 不是兩個世界 不是說一個空極的 就像這樣子 不是你以為它是分開的 其實兔子跟鴨子就是同一個對象 但我們說信空跟原起是同一個對象 但你在分別的時候 會看到這個看不到那個 知道嗎 可是我們剛剛看一個 我認為我看對了 可是剛剛我看那兩個才發現 極滅跟原生不是不一樣的對象 是同一個對象 但是你 極滅跟原生 不同 換句話想說 說原起 信空 這個就是 維特根斯坦在解釋 我們看待事物的方面 我們看待這個世界 用不同的方面看 會看出不同的東西 這個一樣 這個都是我們的世界 我們 我們在 注意這個聖意的時候 是會有 極滅相 注意到它的原生的時候 會看到 種種相 但是他們都是一回事 這樣理解 既然是一回事 就有物源中的可能 那這個應該講 你的氣也是什麼差的 原起的一定就是沒有自信的 對啊 因為沒有自信 所以才要 假 才會跟別人有關係 對 如果有自信就是獨立的啊 獨立的就跟別人沒關係啊 所以原起其實無效 蛤 原起他應該計是無效 是 是 這是中觀的說法 那 別的學派都說 原生 對啊 原生 但是是有自信的原生啊 那我就會問 那他是怎麼從陰生嗎 那陰中有果嗎 陰中無果嗎 你就會開始想 他是哪一種可能 這個就認為 原生不會是信空的 但因為推翻了所有 不是信空的原生 所以要承認都是信空的原生 所以妄想 也是信空的自信 什麼妄想 什麼妄想 這個妄想 這個妄想 煩惱啦 煩惱也是無實的啦 煩惱跟什麼 煩惱跟智慧相對嘛 智慧來 煩惱就除了對不對 我們都是認為智慧是武器 像那個文殊菩薩那一隻劍嘛 斬斷煩惱對不對 斬斷無明啊 那就是跟我們上一節課說的一樣 有能破有所破 知道嗎 能破是智慧是空 那你認為這個空是一種真理 空不是什麼真理 所以當我們用這個方便去看事物的時候 你不要認為你是在看 你不要認為那是一種真理 知道嗎 那只是一種看的方法 就是我從這一方面去看 這個意思 它只是一個方面 那波爾金都說 那個那種看是一種工具啊 就什麼叫工具 用過會丟的 空不會是你執著的那個決定相 空只是用來 你把它看作兔子的方便而已 這樣知道嗎 你要得到那種極滅相 但是那極滅相我們可以說 那是沒有細論的意思 沒有細論就是 你心就止息下來了嘛 那個時候叫極滅相 極滅它其實不是一種像 知道嗎 因為那個地方沒有能鎖 所以有什麼 有什麼就是無明會問的問題啊 有什麼 可是我看到一切像的話 怎麼可能極滅呢 既然一切像 看到一切像就不可能極滅 這個極滅就是 他就是在作用中嗎 觀像其實在作用中 極滅不是像 因為極滅我們說的無像不是一種像 這個就叫無像嘛 啊無像就是 心形觸滅言語道斷耶 沒有能沒有所 這個叫極滅 對 懂嗎 就是涅槃嘛 OK 那你開箱怎麼能同事 極滅啊 心極滅了 還能見原生嗎 這個 這個就看起來就是 看到雞不會看 看到兔子不會看到牙 但是我們講它是一回事嘛 因為不是另外一個對象 知道嗎 我們 這個是世界 世界就是 信空而緣起 緣起而信空 同一件事 所以它就有物源中的可能 好不好 你去想想 那個關係 這個別傳 傳到那個 那個圖是嗎 可以啊 當然可以 對 會傳到在上 這個畫家 這個畫家的 這個臉色 我們有很多這種曖昧的 可以看作這樣 也可以看作那樣 但事實上 對象都是同一個 知道嗎 不是兩個對象 是同一個對象 那個對象 其實就是世界 他可以傳到這樣子 不是不是 世界是 畢竟空的 我是 從這方面來看 他是幾年 因為說實在 那個劍 劍射過來 我從原生的看 那隻劍就是奔著我來 從極滅那一方面看 是無來無去 我們人生的輪迴也一樣 為什麼說沒有生 沒有苦極滅到 沒有那個 沒有十二元起 無明滅的行滅 為什麼可以這樣看呢 是因為沒有人 知道嗎 因為沒有輪迴的主體 這個輪迴怎麼能成立 是不是 我從這方面來看 他是極滅的 從另外一方面來看 有無明就有行 有行就有事 有事就有明色 就是這個 這個勾索是能夠 如幻的有 因為有這個就有那個 只要有無明 那麼一切都會這樣子走 沒有無明 就還滅 你見到的就是極滅 這個人生看起來很熱鬧 對不對 但是如果無明滅 我 有生有死啊 但是這個生死的主體找不到 就無明滅 後面的這個生老死 就不可得的 那麼你 從這一方面來看 你就會見到 緣起的極滅相 這樣理解嗎 就是這樣 我說佛法生系就是在這 看起來都是有道理的 但是我們跟這些道理還有距離 所以佛說可以肯定一切 也可以否定一切 沒有說否定 就是我們怎麼看待這個世界 的確那個極滅 是所有一切法的真理 但是凡夫跟聖人不一樣 我們看不到極滅對不對 那是因為我們沒有隨順道品 我們還沒有正德必信孔 沒有正德無我無我所 但這個道理 跟我們上一節課談的 我們是可以認識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世間不是像外道講的 是因中有果因中無果嗎 因果不誠實啊 不是實在的 這個我們可以 我們是有能力去接受的 不是沒有能力 反而是外道說的那一套是不合理的 怎麼會是因中有果呢 也不會是因中無果 所以中觀的方法應該是能夠說服我們 這個我們應該要知道 反而是像為世如來賬 他不誠實 對中觀來講 我們你說有那個如來賬 我們問題是凡夫不會接受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檢視啊 那都是從佛的立場 來案例的 不管是如來賬或是阿賴也 他都是說嘛 我與凡于不開眼恐比分別指揮我 就是 除非佛來跟你講 不然你是不會知道的嘛 阿賴也是聖聖系有沒有 我與凡于不開眼 換句話說只有佛才能開眼這樣的法 那都是從佛的立場 跟我們交代下來的 但是我們上一節課說中觀說的嘛 你那個我不能接受 但是我這個法門是大家都會接受 因為大家都不會認為 乳中有弱有素嘛 換句話說那些形上的 你說那些形上的那些存在 都不是凡夫能接受的 好 好這個是物源中跟物偏真 那三論中我們可以這樣解釋 根本字正真如後得起方便字 後得方便字就是起化用 這個無分別當中做分別說 這個都是頓得見用說 因為一心中得很難理解 所以可以用這種方式來解說 那到底初觀型 緣起信空是要緣觀 正悟的時候也是緣務的 所以三論中否定這種 他的頓得都是頓得緣中 所以我們一開始關的時候 我講一開始關的時候 就是兩個同時關 這個就很複雜了你知道嗎 但是你不管你怎麼關 你的前提其實不管你三論或是天台 乃至中關都承認 我們要先得二地無礙的這個政見 這個大家都同意 因為我們都是同一個同一件事 緣起跟信空這二地啊 是這二地的政見必須要先有 因為這二地不是分開的 是有關係的 這個是我們的共通點 那 漢傳是這樣 藏傳怎麼說呢 藏傳跟漢傳不一樣 是他們認為 開悟一定是先悟偏真的 我們看這個369頁 藏傳的中觀說的 因為他們都是根據岳稱說的 他們認為要先得根本質 所以你說修道到開悟的時候 一定是破除一切細論 那離一切細論就是極滅嘛 極滅就是偏真啊 所以這個緣起信空無外觀 是初學者不可缺少的政見 所以觀空性不能離開緣起對不對 但是你開悟的時候是 就是必須是離一切細論的 但是離一切細論之前 你要有空有不愛的中道觀 這個是一定的嘛 所以應酸法師認為 行者不管你開悟怎麼開悟 你要先得空有無外的政見 那空有不愛的政見 那空有不愛的政見 我們這樣去去除細論喔 你如果資良具足啦 你就會悟得緣衷 如果那個福智不具足喔 你就會先悟偏真啦 就是應酸法師這個說法是從 從這個入定不定應經喔 就是大致度論來的 立根的就會悟緣衷 我們觀察都是無我無我所對不對 但是立這個根這個資良具足的喔 會悟緣衷啊 資良不足的會悟偏真 就是這樣子而已 但是我們對於這個 政見是共通的喔 政見就是空有不二 那空有不二的政見 我們去修加行的時候 應該是滅除細論啦 那滅除細論 你會誤得疾滅或是誤得緣衷 這跟你的資良有關 而不是跟你的政見有關 這個是應酸法師跟前面都不一樣的地方 那他說的呢 是有根據的喔 根據是什麼呢 就是 這個資良喔 我們說這個 這個是我們的政見對不對 性空而緣起 緣起而性空喔 依這個政見去修 那 我們說這個根性喔 有利盾兩種喔 那頓根啦喔 頓根啦喔 利根的人會誤緣衷 頓根的人誤偏真對不對 但是所依的政見是同一件事情 沒有說你 你修的時候要 用那個緣 緣官的中道去修 那不是這樣喔 政見都是同一個 但是為什麼會有利盾呢 是跟你的資良有關 那應酸法師的根據在哪裡呢 他說我們看這個371有沒有 他說此利盾的二根喔 衛物以前有有沒有積極福祉之良來區別的 沒有廣極之良或是悲心不充喔 就要常時休息才能得無聲法忍 那如果呢 福慧原具悲心充足的 一見佛文法就得無聲法忍 甚至有的正得元極的佛果喔 所以他有這個偏真跟原重這兩種喔 是跟你的福慧之良有關啦 這看起來不是就是 不是跟你的那個什麼 所緣境喔 是極面相還是原生相 不是這個關係喔 他說呢 像我們的釋迦牟尼佛喔 是頓根的喔 七地才得無聲法忍 這個七地喔 應該是華言 華言經裡面講的 到七地喔 他有分做什麼 五十二地還是什麼 那個五十二位 但這個七地 講那個從 發新以來喔 從發新以來 然後一直到七地 才會 才會得那個無聲法忍 就是正得甚位 但我們講那個十地 也有另外一種分法喔 就是從出地才得無聲法忍 這個應該是從十地經吧 但我們說那個是不同的區別啦 這個地是不同的 不同系統的分別 那頓 這個是頓根嘛 可見這個釋迦牟尼佛也是頓根 但是所謂的頓根應該是多數人的 次地 那些利根是非常非常少的 就是 不正則以一正就成佛 像那個龍女不是吉身成佛嗎 這樣的人有 那岳稱喔 我們說 從出地 誤得無聲法忍 應該是 極無細論這個喔 不承認元忠的喔 就不會是一開悟就是佛的啦 這個應該是 正常道 就是 都是屬於頓根的正常道 那利根呢 這是非常非常少的 這個 這個我們說 這個根據在那個定不定應經 依龍術義喔 眾生有利頓嘛 有的久久修行 此得無聲法忍 有發心就得無聲法忍 廣度眾生喔 有的甚至發心即得無聲法忍 獻身成佛 這個跟我們開悟是 是偏真跟元忠 其實偏真就是正常道啦 就是頓根的正常道 一悟就悟元忠喔 這個就是道生說的 頓修 見修頓悟嘛 這個頓悟指的是成佛 換句話說是一悟就悟元忠 這個跟你 關什麼東西沒有關係 跟你的福祉資料有關 那根據是在入定不定應經 我們看他到底要什麼資料 這裡就是定不定應經 這個 就是 我們看這個定不定應經 其實就是 龍術往生品裡面說的 也是根據摩赫波羅波密經說的 那入定不定應經喔 他就講有四種 就我們成佛嘛 就很像我們要 到一個很遠的地方 多遠呢 就十萬億佛圖好了 成佛是不是要這麼遠的距離 對不對 你要三大生其節嘛 是不是要走很多的路 要難行人行嘛 他 對 但是我們 想要走這麼長 這麼遠的距離呢 我們可以乘著陽車 可以乘著相車 車馬車 對 還有那種神通 這個所謂的陽車相車 這兩個菩薩要求無上正覺 這是一種 然後這種 陽車或相車 能不能到呢 很難講 所以這個叫不定 那入定的 就是 你決定會成佛 就是要乘著神通啦 但是乘著神通有很多種 有日月神力行 這個是阿修羅的神通 生文神力行 這個是生文獨覺的神通 如來神力行 這個是佛菩薩神通 你依這三種神通力 能不能到呢 能到 這三種神通 能到 但是 能到的快慢 也有不同啊 如來神力去屈身背寢之下 就是像屈身一樣就到了 很快就成佛了 很快 那 這個 升文神力就是慢一點 日月神力就更慢 那 那 我們看這個頓根的喔 頓根就不決定嘛 不決定他怎麼講 就是 你 乘著洋車要到彼世界喔 要久受勞苦啦 呼籲大風喔 就退喔 就進進退退的 你乘洋車就是進進退退 向車好一點啦 但是也是進進退退的喔 那這個比喻是什麼呢 就是這些人 根性暗頓啦 都是受 都是只學生文教的 也沒有發大心啊 這個叫做洋車跟向車啊 那我們看這個 我們直接看那個如來神力行 如來神力行的菩薩 有大勢因緣 什麼大勢呢 這是他所積極的資良 比如說他常讀宋大秤 然後 色善境界 常 身心清淨 這個是戒行清淨的意思 再來 清淨善有 這個跟 常跟這個有道德啊 廣學多文的菩薩 一起學習一起共住 都攝取大秤有沒有 然後呢 這個種種香花慢 盡心供養這個善之士 不清莫學 對莫學就是未學的菩薩 莫學啦 不擠慢心 含 含 含笑鮮言 語不粗狂 所說柔軟 令人樂聞 於他一耳 然後 不捨 不捨離大秤 大秤所說的 要廣極福慧之良 或者是說說一切法空 從 從 不會退去 不會退縮 不會放棄 然後樂勸他 這是 畫他 這個畫他就是很多了 前面是自身的功德 這個是畫他的例行 有菩薩至觀有情思菩薩業者 交令得業 換句話說菩薩對人 不是教你得身穩 而是教你要 我是老師 但是我不是教學生會就好 我還要教我的學生會教別人 換句話說我培養我自己的學生變成老師 這個意思 對 然後於事無量心對不對 我是教你得身穩 我教智慧 教菩萨学处是这样 我是培养老师的心情去培养我的学生 世无量心也是一样 我不是教他得世无量心 而是教他能够教别人世无量心 知道吗 然后跟三法善法所也是一样 后面这个全部都是怎么教别人 当一个老师 不只是教他 我不是教一个乞丐能自行其力 我是教这个乞丐能够教别人 教别人 教一个乞丐 他能够自己维持自己的生活 不是这样 我还要教这个人 能够教别的人 能够自食其力 那个很难吧 很难啊 你教他自力就可以了嘛 那你还要教他 要发心去帮助别人 能够自食其力 有些学会不会打碗 你还要叫他打碗 那我看来 同学后面都是啊 你看菩萨要做这么多 要这个根本就很难嘛 教他讲 我不是教他离生死 还要教他说 你要有能力教别人离生死 这个就是如来神力 这个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 如来神力行的菩萨 有大事因缘他才能是如来神力行菩萨 屈身被请就成佛了 龙女成佛就是因为 他栽培了这么多资粮 这个都是福德智慧的资粮 智利又利他 你看这么长一段都是在讲 他所栽培的功德 所以他叫做如来神力行 那就是应认法师在这边讲 有众生利根 有众生顿根 久久死能成无身法人 这个就是没有这么多功德的 那有这么多功德的 发心就得无身法人 就开悟了 甚至有的发心就成佛了 那发心就成佛 这个是如来神力行的人 他在因地就 就自画画他 我们做不到啦 你说平等不平等法 差别不差也确实有画案 这个差别完全是福祉之良 这样大家懂吗 不是跟你的关系 比如说我能够一心三观 不是这样 就是你在因地 不光只是这样的智慧 或者我们讲这次都是玄坛知道吗 你不是靠这种玄坛成就的 是靠这种实践成就的 这个定不定音经 各位可以回去拜读一下 看你到底是属于哪一种 那是利根二顿都是积极福祉之良 的区别 所以我们看应顺法师这个后面的评价 你从定不定音经 你有这种根据你才敢这样说 他说反之我们看三百七十二页 应顺法师批评了 他说天台险走 发挥原官原正 好像都是跟智慧有关吗 其实没有不是这样 发挥原正原官不但非一般行者所能 你说你不是大学教授你能一心三观吗 因为那些法相都很抽象很 很宏大知道吗 那是大学教授官的嘛 不但非一般行者所能 而且也不能不说原见的修行 就是你知识你要储备一堆嘛 你也不能说离这些见的法门 那禅宗的祖师本是主张一物百物而彻底圆满 但结果还是要按立三观 次第误入 总之我讲的那个高不可攀的原盾 对不对 其实都还需要铺排这些原见的东西 就是见的东西 所以说见到的原正空有无碍是可能的 但是事实是不易做到的 是不是这样呢 我说的原中这个 要一心中去观 同时看到鸭子同时看到兔子 理论上是可以 但是事实上不容易 然后玄学家美青是执政必尽空急 大谈理事无碍体用不二 何曾知道实践的事实是如何呢 不过是图平幻想或增上慢的错觉和人真胜而已 各位要记得 从入不定一经 还有从世尊 我们释迦牟尼佛是七弟得无身法人 都是见的 他们都不是说一下子物源中 所以我们从正常到这么见修 栽培福祉之良 先习除戏论 我们说中观就是 他的长处就是习除戏论 而不是大谈原生是什么 你有没有觉得 我们一直要问这个世界是什么嘛 讲说他是假名思舍的 是不断不长的 你觉得这没有说什么 他是如幻的吗 就是我不相信嘛 就不相信嘛 你都不愿意从这里开始 从习除戏论 八部能够习除戏论 慢慢的去观察嘛 你才能够理解这是为什么 所以不用好高骛远知道吗 不要把这个中观所谈的这个 离戏论 认为这个基础而已 这个我知道 但是你要告诉我世界是什么 你没有离戏论 这些回答 你都不会觉得是回答 对不对 我说对 你这个世界既不是因中有果 也不是因中无果 你会觉得没有回答嘛 但是就是你在这个戏论 你没有花很多的那个智慧 很多时间去细细的去思考去分析啊 好 这个是入定不定经 好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中道 这个缘起空游 这个我们下一次再讲 好了 这也是一大段 讲到的是什么 先驻法制后知涅槃 法柱制跟涅槃制之间的前后 这个是次第的关系 我们说关空 要从缘起的政见上去观察 那这个事情还很多 法柱制就是知道因果关系 他的利益就是他不会错乱 是如是如是因如是如是果 比如说我们说无名 所以有行 为什么会有生死呢 因为有爱取 因为爱取有 这个次第呢是不乱的 但我们会认为这个次第不乱 一定是有一种自然的规律 但是中官不就是反对这个的吗 但是我们说这个 法柱制是缘起法的一个 一个方面 这个方面 要从这个二帝的空有无外 来理解 我们说缘起啊 为什么有生必有死呢 这个我们问题我们谈过吗 自然 为什么是自然法者 有没有可能 就像那个道家讲的一样 我如果我修到那个真人 这个列子不是有 真人日月同寿 这个日月就是无时无边的嘛 所以这个同寿就是 我已经远离生死了 我就是永生不死了 也没有可能是这样 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呢 我不想说自然 我说自信 他就是这样 自信的法者 他就是 不是自然 应该是自信的法者 他就是永生不死 他是自我 他自信的执着就是这样 我们下一周再来谈这个问题 你们回去想一下 为什么有生就有死啊 如果有 就像秦始皇 他就认为 我生了是生啊 但是我要追求那个不死之药嘛 世间有没有这个事呢 凭什么说没有 你们回去想嘛 凭什么说没有呢 这样就换一个境界而已啊 那些那些求先要的 吃了药以后永生不死 难道为什么是不可能的呢 所以佛说 那正德无我才是不死 没有啦 正德不死不是永生 是不生不死 涅槃是 不是生不是死 那正德无我 这个生才不是生啊 所以我说佛法就是讲 他告诉你你无生嘛 不是告诉你无死 对 讲是无生嘛 那就不会让你误会 知道吗 你说无死 正德无死法 我说无生 我跟你讲 刚刚在谷歌说 慧也为什么跟着佛也 慧也跟佛也是相等的 他先讲慧也 然后再讲佛也 佛也要等于慧也 慧也无杀 是相同道理 是 无生我们谈了嘛 现在我告诉你 有没有无死的 无死就无生完 就是 呵呵呵 没有死的 为什么 你敢保证一定没有 这样 这就是 你说要破自信职啊 你细论啊 你破自信职才能 可以啊 真的啊 为什么是细论啊 受自信职啊 好我们上到这里 我们合掌回向啊 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 我等于众生 接共臣佛道